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PR官方的一个说法 SPR创建对象有三种创建方式 是 SPR创建对象的三种方式 第一种叫做构造 通过构造方法创建 那么一旦说构造方法 那指定是要不就是有餐 要不就是无餐 它这里面有两个 第一个是无餐构造创建 完了一打五餐怎么饿了呢 无餐 无餐数 无餐构造创建 这也是默认情况 当你不去设定任何情况 直接使用bin的时候就用无餐构造创建 那这里面还要包含了一个 有餐 构造 创建 那这个就需要 咱们需要进行明确的 配置了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两种 第二种叫做实力工厂 第三种是静态工厂 在我们实验中就有这三种创建对象方式 这也是一个面试题 在实验中如何创建对象 就这三种 那我们以前学过什么设计模式啊 学过工厂设计模式 还学过单立设计模式是吧 其中咱们今天再去领我们复习一下实力工厂跟静态工厂 上面是构造方法 那构造方法这个领我们看一下啊 一点点看 还是拿刚才这个举例 这是环境大建 复制拿出来一份 放到202的Spring的第一天的代码 右键新建一个文件夹 这是环境大建 好那下面我们来给我们演示一下 默认情况下 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我们已经看到了 它是不是就走劈泡的这构造 无产构造方法 哎 那现在我们再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想要它走的是有餐构造方法怎么办 那前提的有有餐构造 哎 有有餐构造 比如说这里有个硬的类型ID 有个实际类型内谋 往这一放 我现在就想让它走这个 有餐构造 OK 那现在它肯定不走啊 你看还是不走的那个是吧 那现在怎么来指定呢 非常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变标签 添加指标签 给它换成一个双标签啊 在里面加上一个 一奥西杆 我们就能猜到哪个是构造方法指定的 是不就第一个那个跟构造方法有点关系啊 哎 叫Constrator 构造方法 后面的一个是什么 对 Argument 参数 构造方法 参数 在这个参数中 我们去奥西杆 你会发现有12345 五个参数 这五个参数分别代表的 其中 Indice Name 和Type 它那三个不用非的一起出现 如果能够精确的指定出来 用最少的行 比如说Indice就是参数的 所以第几个参数 一共几个 两个 所以都从几开始的 零 那就是零 后面继续看这个零 零是ID 那我给个值 后面空格 用哪个负值呢 Y6 它有两个负值属性 一个是Ref Reference 一个是Value 什么时候用Reference呢 什么时候用Value呢 Reference 表示的意思是 它去掩用另一个边 就换句话说 一定是对象 对象 而Value 它就是普通的什么基本 基本 也不能说就基本是吧 什么支付串什么的也是的 基本 数据类型 或支付串等 就只要不是隐蔽 只要不是隐蔽 只要不是隐蔽的话 那都是在这里面直接写 那我这块应该用什么 Y6 因为它是个Int 是吧 Int你用非得去隐个变吗 不用 如果你非得去隐个变 能不能也了 能 Int我们可以把它配成加我点 让点Integer 是不是 但没有那么干的 分得劲干什么呀 是吧 写个一二三 OK继续 再来一下 还有个参数 contractor augment 所以是 所以是 1 Value 等于 假设写个张筛 类型 什么类型 看看 这不错 不是一个类 不是需要去配个bin的 不是 只要不是配bin 就直接往上写就行了 OK 那现在再一运行 有三故障 一二三 张三 看见了吗 啊 就在预算 OK 那么现在我们在这里面看的时候 继续看一下 除了可以用Index以外 还可以用 还有 几个吗 Name和Type 比如说这个Name 就是哪个Name呢 就是这个变量名 变量名 这个参数名 那比如说在里面写个ID 还有个Name 等于 Name OK 我们运行 是不是可以的 哎 然后在这里面需要注意的一点啊 把上面写画往下复制一下 哎呀 怎么是 啊 是不是还是构造方法 这么写语法是对的 对吧 但是我就把这俩参数给它换下位置 还都叫Name 也都叫ID 来我们看啊 怎么是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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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加载的时候 哎 他加载的时候怎么跟加载顺序呢 是随意找一个 还是说我们跟这个配置顺序有关呢 还是说在类中这个顺序有关呢 来我们看一下啊 你现在你这里面你运行 你再次运行 还是他 再次运行 还是他 说明怎么的 说明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一块 来看一下 把这东西剪切一下 往上面保存一下 再来 右舰 右舰 弱爱子 加迪来克斯 怎么是 他是找到哪个 最后一个 他是找到最后一个 那现在我 我就想要找第一个 有没有什么办法 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在这里面写成 有人说这个地方换成银带子是吗 注意啊 你看你这么放 有没有可能出错了 你这不是说他们不能一起出现 可以一起出现的 那我这么写啊 Name等于ID 然后这回是Name等于Name 你看这下什么意思呢 所以为零了 第一个必须应该叫做ID 你看所以第一个零必须哪去了 叫ID 然后第二个叫Name 他默认于走后一个 这回我们把它放这来 看看右键 走前面那了吧 所以说这几个参数的作用 就是能够去控制一下 到底走哪构造方法 如果这些东西还不够 你可以再指定一下类型 比如说它是加瓦点浪 这个呢 加瓦点浪点 十句 那现在写就没啥区别 说错的创建PU怎么的呢 说通过这个配置文件的时候 说不是安全的依赖表达是通过构造方法参数 所以零类型是支付串 所以零类型是支付串 所以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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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型是支付串 这Value就是个支付串 在插描中这种属性值 这是插描文件的语法 这是文件语法 应该写成印的是吧 这个地方它的印的和引体质还不能转 听意思 那现在再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去把上面这句话 往下再复制一份 这我换成 引体质 然后这构造方法一复制 往这一放 看看 现在假设我不写泰法 那他走哪 ID 第一个是ID 第二是内蒙 看这里 第一个是ID 第二是内蒙 第一个是ID 第二是内蒙 你说走下面走上面 右键 Rise加Application 哪个 是不是还后面的 那我现在就飞得走第一个 怎么办 在里面这加上设置说 type为印的 然后它的type为 加瓦点浪点实距 就这一次 那现在我们再来一下 右键 Rise加Application 执行购乱方法 是不是上面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是吧 就这样的 所以他这里面就是通过这三个参数的结合 能够非常的精确控制出来你到底走的哪一个 你说他能吗 能这三个就全写人的时候能非常精确的控制吗 肯定能啊 你绝对不能出现两个相同名字相同类型的相同顺序的构造方法 加尔允许这么干吗 不允许 是不允许的 OK 所以这里面这就看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通过有餐构造方法来进行做的 首先第一步我们在里面做的时候需要需要在类中提供有餐构造方法 OK 提供完成之后下面我们可以1.2.2是在Applicationcontact的中 contact的点插描中来去设置 调用哪个构造方法来创建对象 其中在这里面去需要知道的几个事情是1.2.2.1 第一个如果能够你设定的条件 如果设定的条件匹配多个构造方法怎么的 走哪个执行最后的构造 OK 构造方法 这第二个 然后继续 第二个其中的阴代这个属性表示的意思是 这什么 参数的所以从0开始1.2.2.3 内蒙这叫参数名 OK 1.2.2.4 Type是类型 OK 括号要区分开关键字和封装类 比如Intel和Integer 这里要的是非常精确的类型 好了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关于有餐构造方法写的时候的一个办法 那剩下两个实力工厂和静态工厂 我们同学有没有印象为什么要写工厂设计模式 当我们需要评分创建某个接口或者是某一个类的实现类的对象时 我们正常写的话比如说我这有个劈创类 有个劈创类 劈创类 这个劈创有四个子类 那么我们在实力化的时候是需要进行 可以写四个new这个实现类来创建这个劈创对象 那这么写的话我们得需要写四个 而用工厂设计模式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工厂统一管理这四个类的对象 都调用工厂来进行实力 所以说我们用工厂的时候有个非常重要的话 就是一个工厂多次生产 具体生产什么 你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 比如说我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面有个people 往下面再来一个类 叫A就简单点写了 在A类中继承people 再来个类 B 它也继承people 我们在里面做的时候 可以去在里面加设 我也不用建包了 我就建一个叫people 什么工厂就负责什么的 people factory 我在里面写个方法 叫public 最后返回的是people 然后叫生成工厂 比如说创建 createpeople 括号 假设我传个参数 十句类型的 十句类型的位置 这么写吧 我一次 switch 行 然后在这里面写个switch 然后参数就是switch s 这是关键字 s去掉 好 那现在我们这么写完通之后 比如说我们这里传的时候 传上一个a 那他这里面return new a 然后下面继续 case b 那他就return new一个b return break就不用写了 那工厂存在的最主要的一个意义 就是帮我们进行创建某一个类的 如果我们在这里面写的时候 那他就帮我们这里面 他这怎么还去 报错呢 我不应该帮了 是吧 那他现在这里面 我们看帮我们创建类的时候 这就统一管理所有他这里面的类 而且我们还可以在创建类之前 之前去处理一些 简单的逻辑 所以说工厂他做的事情 一定注意啊 工厂只要用工厂设计模式 就是帮我们创建对象 创建对象 不管这个类 他下面有多少种成绩关系 都可以由工厂来进行统一管理 那么我们用的时候怎么用 怎么用这工厂 我们现在创建皮袍怎么创建了 是不得先有个工厂 就是皮袍 Factory 当然了一般情况下工厂都设成单立的 我们这里面没有刻意去设计它 就假设就这么创建 创建完成之后 Factory点 Create皮袍 你想要谁就要谁 比如说给个 就是皮袍 就这么回事吧 工厂就帮你创建对象的 就比如说我们的MyBetis不也这么回事吗 看看 是不是就是要一个社会赛生发的水最后产生一个工厂 由工厂去open一个赛什么 它这里面是有一个无产方法 你也可以这么干的 我们在工厂中 比如说我这里面去再给一个 把上面这句话 往下复制一下 我这里也给个无产 我认为当你去用调无产的时候 我就return 你有一个a吗 a就是它的默认的 那我最后在这里写的时候 我就可以写成什么了 我这里 是不是就空产了 对 工厂就是帮我们创建 它所有该类型及类型子类的对象 这是工厂出于的 存在的主要的一个意义 就帮助创建类类对象 一个工厂可以生产多种 多个对象 那么下面我们去看 在工厂中我们有很多工厂 什么实力工厂 静态工厂 抽象工厂 简单工厂 等等等等 特别多的工厂设计模式 那我们实际上支持两种工厂设计模式 一个叫实力工厂 一个叫静态工厂 什么叫实力工厂呢 举个例子 一般看到这两个字 人都能想起什么 实力是什么意思 平常我们在什么地方用到这两个词语了 这个词语 实力 什么叫实力 实力化什么意思 创建对象 实力工厂就是工厂需要创建的 需要创建 先创建工厂才能去生产对象 静态工厂就是不需要创建工厂 就能够取到需要生产的对象 OK在里面 什么叫实力工厂 觉得就是需要先创建工厂才能生产 才能生产对象 而下面静态工厂指的是不需要创建工厂 创建工厂可以快速创建对象 那我们看这里面 我们举个例子 这几个东西 这几个东西 没什么太必要了 假设我们这里面就又建新建一个工厂 这个劈跑 叫劈跑 那我们在里面去 里面有个方法 叫public 最后返回一个劈跑 比如说叫new instance 这个名其 一般都叫这名 只要工厂一般实力化都喜欢叫这名 在里面我们要做的事情是return一个 最后new一个劈跑 好了 就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工厂 就简单到一定程度了 就管理一个对象 所以特别简单 我们现在在里面去需要做的事情 看清楚所谓的实力工厂 下面是实力工厂 测试代码 我们的先new一个工厂 那就是pipo factory 还单词还写 稍后白 注意啊 我在这里面写的时候 我在这里面写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个事情 具体具体如何实力化工厂 和本个支点是无关系的 就是你具体你是把工厂设计成单立的 还是把工厂就像现在随便想怎么new 跟咱们现在没关系 那是设计怎么设计工厂 我们现在测试一个实力工厂 它重点是重在需要创建工厂 只要创建 不管是单立创建还是多立创建 都是为了 知道什么叫单立设计吗 什么呀 就整个应用程序最多只能产生某一个类的一个对象 是吧 OK 那现在我们在里面写个factory 等于new people factory 这就是创建它了 那我们再由factory点 我们刚才记得名叫new intense 这是正常我们程序而手写代码的过程 现在咱们学了sphere 学了sphere 我们需要把这两句话转过去 看怎么写 第一步这步应该怎么写 能替代出来 new的话咱们用个什么就能替代出来 b 在里面写个b标签 id等于比如说就叫factory class就是我们那个类叫 叫 这了 忘了一发 然后再往下 再来一个b id等于就叫po1 看里面这回写的东西 这叫实力工厂 实力工厂就必须要去载里面指定factory bit 和factory measure的 就是由哪一个工厂对象的哪一个方法来生产我 哪个工厂对象 这了 是不是上面我们起名叫factory了 就他 我们刚才写代码不也是吗 由factory的哪个方法 new instance 那我在这里写的时候就是new instance 就完事了 这是我们实际上创建对象的第二种方式 实力工厂创建 然后我们看测压效果 我那批泡叫po1 右键右键 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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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开开开 碰到这只要不闹 说明怎么的了 是不是创建出来了 如果咱们想要测得更加好点 在这里 咱们不有过程方法吗 给一个 1到2 测试 保存 右键 rise 加开开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着的 实力工厂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实力工厂 想要实力写的时候 在这里面2.3 实现步骤 我们前提必须要 必须要有一个实力工厂 然后继续 下面在做的时候 需要在 在iPlay K层 contest的 点插名中 取来 配置 工厂 对象 和 需要 创建的对象 工厂对象 和他 完事了 好 下面继续看看静态工厂 静态工厂是不需要创建对象 能够快速的 不需要创建工厂 就可以快速创建对象 那只需要怎么的就能够行了 工厂里面 我不想创建对象就能掉这方法 我只要把这方法变成什么就行 静态的嘛 这就是静态工厂 完事了 那么现在静态工厂 我们正常自己写的时候怎么写 静态工厂 我们正常自己写的时候 只需要在这写个 皮泡 Factory 第二 New Instance 是不是就返回了皮泡 那也就说 只要我们知道静态工厂的类是什么 以及它的方法是什么 不需要创建对象了 好了 那我们看在史评中怎么写 不需要创建对象了 那这句话还用写不了 不用写了 我在这看清楚怎么做 这个Beat ID等于PEOR 你只需要知道类及哪个方法就行 就是class 只需要知道类 以及在工厂中的方法就行 类是哪个类 是不是这个类 一复制 往这一放 方法还叫 New Instance 一保存 上这里面咱们测一下 叫Po2 保存 右键 Rise 加Parek 他这里面在这句话报错了 这句话报错 这为啥报错了吗 因为现在它是 它是什么工厂了 静态工厂了 是吧 坏了 保存 因为在加载配置文件的时候 是不是所有东西都会被创建的 随便需要把这块注视掉 右键 Rise 困住 对不对 对了 OK 这就是咱们现在看到的 其实实力工厂和精彩工厂 就差个 Static 但是SpringPage这块有区别 一定注意 把这块去整理一下 这是我们的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去创建一个 实现不准 3.2.1 第一步需要去 创建 先需要编写一个 静态工厂 所谓的静态工厂 就是在方法上添加Static 好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3.2.2 在Application Contest的 点插面中 直接我们就可以去 一个并标签 就全都搞定了 就这样的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区分开 它俩为什么那么写 因为上面这个 实力工厂 必须有对象 工厂对象 才能调方法 而下面静态工厂 只要知道类名 就可以打点调 方法 你看它实际上 设计的特别 感谢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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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众